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文化名称福州 中国东南沿海 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它两千多年的时光之旅中 曾在宋代散发出 无比绚烂的光滑 这座山水唯一的城市中 有一对夫妻安静地躺卧在福州市博物馆里 仿佛沉睡已久 两具尸体保存完好 男主人身材魁梧高大 女主人身材娇小 发节还保持如初的饰样 七百多年前的南宿时代 他们就生活在这座城市 繁华的事情 敏江上如枝的船只 都曾给他们留下美好记忆 出土数量众多的丝绸服饰 漆器和银器 做工精美 无言诉说着主人过往 富足安逸的生活 然而 他们也留下巨大的悬疑 他们是谁 为何都英年早逝 他们经历了怎样 非同寻常的过往 一切显得扑朔迷离 迷目重重 考古学者和医学专家 苦苦探寻 试图还原一段 显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故事的起点是福州市境内 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山包 茶园山 1986年8月1日 正在单位值班的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年轻的考古队员林谷 接到一个电话 福州火车站附近 茶园山工地施工现场 发现一座古墓 挖掘机已经将古墓 刨开一个窝口 情况十分紧急 林谷接到电话 直到情况紧急 他和同事诸斌 火速赶到现场了 发现古墓 已经被挖掘机掘开 一具褐色棺果 已经暴露出来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就看见那个墓站 外围已经被取土 已经取完了 就悬空在上面 它离地表 应该有个三四米那么高的 悬空的孤立的一个墓站 福州市北郊的茶园山 是一座只有几十米高的小山包 林谷发现 古墓就位于 这座小山包的半山腰 爬上去 因为它是挂在那个牙壁上 等于是爬上去看 被破坏了顶多了 当时看见棺材摆在里头 棺材摆在那个锅的里面 锅绑里已经被撬了 被那个大概是被这种勾机之类的 给勾掉了 让林谷感到庆幸的是 挖掘机施工时 只是意外将雾散破坏了 所幸棺果没有损坏 从后面往前挖的 这个山河土挖没了 木锅板也给挖了一部分 直接我们爬到那个高地上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看见棺材了 而且那棺材的那个上面那个绑 也被推了一下 可以看见里面一点 林谷等人发现 位于茶园山半山腰的 这座墓葬有两具棺果 是夫妻合葬墓 墓室顶部 覆盖有四块长方形花岗岩石板 以石灰勾缝 上面覆盖三河土 整个墓葬十分坚固 这个墓呢 它是有光有锅 锅外面还打了一层 大概二十到三十公分左右厚的 我们当地这一家山河土 就非常结实的 把整个这个棺材是包在一起的 这样严密的保护措施 墓主人到底是何人 带着许多疑问 考古人员开始清理墓室 考古人员发现 墓葬里的棺材使用的是昂贵的楠木 而且棺材外部还散发光泽 显然棺材涂有油漆 墓葬系砖石结构 底下还铺有两层青砖 考古人员细心查看墓室的每一个角落 生怕漏过任何一个重要信息 考古专家最终判定 福州北郊茶园山发现的古墓 是一座南宋时期的夫妻合赞墓 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整个墓室并不大 刚好能装下两具棺果 因为棺果是用石板和三合土密封 因此十分牢固 如何取出棺果 却成了一个难题 找了部队 部队应该是有一个武警的连长 带了大概两个班的士兵 帮我们进行这个挖 挖完了以后 我们又雇了两部吊车 当部队战士和考古人员 终于挖开墓室 准备取出两个棺果时 出人意料的是 棺果非常重 连起重机都没法轻易吊起 一个是解放牌的吊车 一个是敦荒牌的吊车 大概吊率都很小 大概如果生病最长 大概只能吊起一吨重的东西 先叫了一部解放牌的吊车来 发现吊不动 后来又叫了一部东风的吊车来 才把它吊进去 一具看上去并不很大的棺果 如此沉重 这让在场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 难道棺材里有大量贵重陪葬品 当林果从一具较大的棺材破损的窝口看去 发现里面居然积满了液体 当时把那个南光从峭壁上掉下来的时候 先摆到地上 因为第一个光幕已经被人家推开了 盖板已经推开了 所以说看得见是水嘛 南湿的光幕比较大 所以说在现场上把那个水都倾斜地倒掉 就是那个时候倒水的时候我去闻了一下 就是有一点那个一切的味道 当林果再度接近棺材裂开的缝隙 看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 南木中的额头浮出水面 而且你可以看见它头嘛 它水满了的话 能看见头那个部位还浮在最上面 棺材里有骨湿 这让在场的人员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天气炎热 为保证骨湿以及文物安全 林果和同事决定将棺材运回去 一探究竟 叫了交警沿途帮我们护送到闽王池 然后再卸车 其实卸车的时候 还有一个解放军士兵受伤 就是指甲盖被那个压了掉了 这是一小事故 福州市繁华地段的闽王池 建于明代 在闹市中这是一处安静的场所 茶园山古墓出土的两区棺果被运往这里 由省市两级文物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发掘队伍 开始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 他因为这个闽王池光木移进去以后 剩下的就比较好办了嘛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整个文广会都动起来了嘛 就是说所有的后勤啊 这方面都跟上了 所以说做起来事情就很快 搭了盆子啦 然后做了那种大大小小的那种木桶 水池之类 开关处理的时候 还是省市两个单位 大家一起来 人们屏住呼吸 怀着期待和紧张的心情 等待棺果打开的一刻 如同人们期待的那样 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师 果然就浸泡在棺叶中 牧主人躺在棺中 仿佛睡熟一样 我们就是觉得尸体啊什么的 保存的还是相当完好 它个子比较大 可能这个油脂啊什么的比较厚 但是玻璃它身上穿的这些衣服啊什么 是比较困难 很容易损坏 我们只能是慢慢的来 我们用了竹笔啊 这个做了比较细的这个一些小工具 就慢慢慢慢的剥离 牧主人身材魁梧 上身穿对筋上衣 脚穿一双烟色加棉麻男鞋 因为男师他的衣服都特别大嘛 所以说男师里面 他那个包裹就很少 比较少 男师的编号大概40多件 每一件衣服的体量都非常非常大 这时一个巨大的疑问出现在考古人员面前 男牧主的棺叶从何而来 难道这位牧主人神奇保存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棺木里的棺叶吗 古代牧葬经过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地下掩埋 棺木里经常会出现液体 考古学者称之为棺叶 一部分棺叶来源于地下水渗透 也有一部分来源于人体内的水分分解 棺叶的作用就是对尸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当考古人员将南牧主棺木里的棺叶排除后 棺内并没有发现贵重陪葬品 却发现有大量水鱼 福建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钱正松 当时参与了古师的解剖工作 当时在棺叶把尸体抬起来以后 棺叶里面有大概三文之一左右 其实是比较黑黑的一体 当时我们用那个玻璃罐砖起来 进行用原子吸收分析关闭分析 还有做其他的检测 这个检测结果就是吃水银 其他倒没发现什么 棺材里发现大量水银 才使人们恍然明白 为何当时起重机调捕棺果的原因 单砂矿石炼出的水银是一种液态金属 它散发的气体能够使得包裹细菌外部的蛋白质失去活性 从而杀死细菌保护尸体 牧主人棺材里有水银 引发考古人员猜想 如果是保存尸体的需要 古人又是出于何主目的 保存牧主人的尸体 这位牧主人是谁 他生前一定有过不同寻常的往事 考古人员发现 横空出世的茶园山古墓没有发现牧志明 在考古发现当中 牧志明极为重要 因为牧志明可以表明牧主的身份 还可以提供牧主人检要的生平记录 对于考古研究公诉意义重大 因为这个墓之前是受到一定破坏的 他牧志明没有见到 本来的牧志明要么在后面 要么在前面 按照他这种规格的墓 到底在牧志明是在前面 可是因为偏偏不小心 这个前面早年也都已经被破坏掉 破坏完又被遮掉了 这个牧志明就一直没见到 牧志明早期被破坏 还是墓葬根本没有牧志明 考古人员也一时难有定论 考古人员的眼光 开始投向官国里的陪葬品 在牧主的官室里 考古人员发现了衣物 漆器等陪葬品 陪葬品摆放有序 没有任何被盗的痕迹 可是任凭考古人员寻遍官室 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 牧主身份的器物 有一件用墓书写在卷上的账本 透露了牧主人生前的一些往事 以及所生活的地点 账本记载的时间前后跨越四年 有收租和粮食交易术物 说明牧主人生前拥有大片耕地 宋代允许官员放贷以弥补奉路 考古人员仔细清理官室 发现官底下还垫了一层板 一个重要发现出现了 发现了宋代正合年间和端平年间的钱币 把这一块板拿出来以后呢 底下面是灯芯草 然后在这棺材底下呢 有出了几个端平年间的铜钱 这是第一次初步创定这个年代是端平年间 端平是宋礼宗赵云的第三个年号 端平年间即公元一二三四年到公元一二三六年 然而考古人员的希望落空了 官室随葬坪里 没有发现关于牧主人姓氏来历的片岩雨 男性牧主人到底是谁 来自哪里 从陪葬的出土文物 无法获得她的真实身份 考古人员决定 对女性古师展开调查 福州茶园山古墓里 同较大棺果并排的 是一具尺寸比较小的棺果 这是男牧主妻子的棺果 打开棺果之后 却让在场的人们大吃一惊 原来眼前并不是丰富的 陪葬品而是满满的官业 打开棺杆以后 它里面有很多的官业 边上有很多的包袱 包袱就是里面有比较多的衣服 什么水盏的 它是用包袱的形式 就是一包一包的 就塞在边上 匪夷所思的是 官业里躺握着一具女尸 尸体完好 仿佛刚下葬不久 这位女性是男牧主的妻子 头发依然乌黑 发际饰样无损 这个女尸体比较瘦小 大概一米五十左右 皮肤比较白着 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异常 但是看来很忽悠 因为所穿的衣服 所批的衣服 都是很滑贵 令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 福州市北郊行人寥寥的茶园山 竟然裹罩着一个巨大的围团 一男一女 两具保存蛮好的古诗 就静落在这座小小的山包里面 这对穿越七百多年时空 来到今天的古人 他们因何而亡 离奇的古诗背后悬疑重重 他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考古人员开始细致清理 女师棺材 希望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还原牧主人的真实身份 考古人员首先清理棺材里的棺叶 它没有被破坏 它保存的也相当的完好 打开棺盖以后 里面也是满满的一个棺叶 那棺叶确实是味道比较重 然后我们也是把那个棺叶先取出来 我们就用勺子慢慢咬 当棺材里的棺叶清理之后 考古人员将女师抬出棺外 考古人员发现 这是一位年轻女性 肌肉还有弹性 因为女的师很轻很轻 大概到最后面只有 两个人轻轻地一提就提得动 个比较小一点 但是保存得相当的好 皮肤什么都是软的 这关节都可以动 女主人衣着讲究 脚穿裸女鞋 上身穿对筋上衣 后来研究表明 这件对筋上衣宽45厘米 制作工艺精巧 重量仅50克 孔眼均匀清晰 所用面料为当时极为名贵的沙罗 是金线脚转与尾线进行交织而成的织物 陪葬的包裹里 大多是做工精美的衣物和丝织品 包裹里面有做好的衣服 还有一些搬成品 还有一些是布料 就是还没做的 然后还有一些漆器 也是福州的一个商宝 其中的一个脱胎漆器 工作人员做了一个大水池 在池子里面 把衣服一件一件打开 然后瓢洗和阴干 通过这样的方法 把出土的丝织品保存下来 后来考古人员共清理出四百多件衣物 大多是质地上层的丝绸之一 这件印经山茶梅花边 对经合领 烟色骤纱单一 在印经山茶花 梅花 和一对相悲而立的 飞禽空隙 填以硬染云纹和山石纹 山茶花和梅花组合花卉 在南宋颇为流行 宋人注重衣冠打扮 讲究生活品味 出土的大量衣物服饰 体现了宋代女性的装扮流行风貌 是目前国内宋代丝织品的重大发现之一 为研究宋代的经济社会 以及服饰与纺织业 提供了珍贵资料 出土的漆器做工精美 会有云纹 如意等精美图案 是宋元时期特有的漆器 又称福西 在当时 雕妻深得富贵人家青睐 陪伴女主人下葬的 有如此众多的珍贵衣物 以及当时名贵的漆器 显然说明 墓主人生前过着优越的生活 而且身份不一般 出土的发际用品 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器物 这是牛角书 运斗含有使用的痕迹 银湖 湖盖有精美的花纹 当尘封地下的女主人 被考古人员重新带到 她曾经生活的世界 一切都已经历了 沧海桑田的变换 唯一不变的 就是自己的丈夫 依然陪在她身边 并肩穿行的今天 福州市茶园山南宋路上 出土两去 保存蛮好的古代诗诗 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这一消息一经传出 立即引起轰动 考古学者和医学专家 将共同探索 尘封地下的真相 考古人员从女尸棺材里 出土了服饰 银器等众多精美器物 但依然没有发现 能够证明物主人 是什么人 来自哪里的信息 一问一个接一个 为何夫妻二人的尸体 都能够保持如初 是人工所为还是自然所致 他们都英年早逝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这一切背后 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考古学者和医学专家认为 破解他们的死亡之谜 或许是打开奥妙之门的钥匙 1986年10月17日 福州茶园山无名市夫妻墓 出土的两具古诗 被运送到了福建医科大学 带着诸多疑问 医学专家将借助 现代医学设备 试图揭开两位牧主人的 死亡之谜 福建医科大学病理解剖学 教研组的一件病理解剖记录 编号为A1014 详细记录了两具古诗的情况 男性牧主人身体壮术 体重74.5千克 年龄50岁左右 身长170.5厘米 皮肤仍然保有弹性 尸体是比较完整 没有切损 所有脚整体都比较完整 灵活性很好 没看到什么骨折之类的 个子比较魁梧 壮大 又好像不是男玩人的样子 一位高大壮硕 正值中年的人死亡 是不是会因某种突发疾病导致 医学专家通过 一千倍的电子显微镜 对男性骨湿的皮肤 肌肉 血管 神经系统和内脏等 进行了检测和病理分析 病理解剖是病理学的一个基本方法之一 它主要可以用来分析 具体是什么疾病和治疗疾病 我们可能会采取什么手段 具体到这个骨湿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一些切片 一些病理的组织 来判断他生前的状况 死亡的原因 甚至得过什么病 这些都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检测表明 男性身体的器官和组织 没有发现病变的症状 排除了疾病死亡的原因 而尸体的许多器官保存上好 通过显微镜观测尸体的皮肤组织 可以看到 皮肤胶原组织依然饱满清晰 血管依稀可见 检测发现 牧主人体内有滑脂高吸虫虫体和虫卵 说明牧主人生前 爱吃生鱼等生鲜食物 在没有解剖古诗之前 医学专家通过无损的X光检测手段 尽量保护古诗 以获得第一手有价值的科学资料 X线是通过一种特殊X线来检查物体 通过射线的情况 观察物体的结构和它的性质 实际上相当于给这个古诗做一个 无创的全身检查 让人们感到吃惊的是 通过X光检查 发现牧主人体内有很多发光的颗粒 这些异样的现象引起人们的注意 医学专家认为 这极有可能是水银 因为在牧主人的口部 检测出水银痕迹 水银它是一种液态的金属 X线是不能穿过金属的 因此 拱湿在X光下是可以成像的 医学人员将尸体切开 发现这些颗粒都是水银 难道牧主人是因为吞食水银而亡 水银是一种巨毒金属 古人所说吞精而死 很可能就是指吞服水银 造成水银中毒 致人死命 接下来的解剖发现 在古师的胃腹腔和大肠内 也满布水银 这让专家们十分震惊 如果说死者死于水银中毒 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水银 留存体内 专家通过内脏器官的病理分析 没有发现拱重毒迹象 显然 水银是死后进入死者体内 医学专家同时 对茶园山木葬出土的女师 展开研究 试图破解女主人的死亡原因 女师的病理检查报告显示 体重11.7千克 身长135厘米 屈体明显缩小消瘦 似营养不良 医学检测表明 女子没有任何外部损伤的痕迹 器官也没有发现有某种病变的迹象 出人意料的是 女性骨师的体内并没有水银 也没有毒物的病理反应 女性牧主人如何死亡 一时在医学上难有定论 此时摆在考古学者和医学专家面前的难题是 两位牧主人真正的死亡原因 男主人正值中年没有疾病等自然死亡的迹象 女主人的死亡 是不是与男主人的死亡 有着某种关系 是殉情而死 还是生病而亡 或遭遇某种不测 此时 有人发现女性物主人身上穿着的一条裤子上 有一些血红色斑点 这个发现让在场的人感兴奋 因为如果这些红色斑点是血迹 就有可能揭开女主人的死亡之谜 带着疑问 研究人员将沾有血红色斑点的衣服进行了瓢洗 结果发现这些斑点容易被洗掉 根据病理学知识 如果是死者生前留在衣物上的血迹 用水很难清洗掉 相反 如果人死后含有血红蛋白的湿液流出体外 留在衣物上的污积则容易清洗掉 一般认为里面有血液 有体液还有组织液 湿液里面的部分成分是可以腐坏的 我们这位女主人 她的是私密部位的衣服上 我个人觉得是我们刚才讲的组织液 血液和体液混合组成的湿液 显然说明这些红色痕迹并非血液 而是因为女性尸体内部腐烂 红蛋白排出体外 看起来很像血迹 女主人的死亡之谜 依然未解 古诗可谓是最真实的历史影像 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它与出土文物一起 为考古学者提供第一手珍贵的材料 中国保存蛮好的古诗 有著名的楼兰王国小河墓地出土的楼兰女诗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女诗心锥 湖北荆州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男诗 楚人碎 这些尸体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光果的密封 最后奇迹般保存下来 让考古学者感到困惑的是 福州地处亚热带沿海地带 气候炎热 降雨量大 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 极易造成尸体的腐化 这两具尸体是怎样保存的这么完好的呢 考古人员的目光投向茶园山古墓 发现墓室与光果的密封条件非常好 宋代流行的一种防盗墓葬三合土墓 采用多层土石紧密包裹墓穴 非常坚固 在官僚士大副阶层有起流行 经考察 茶园山宋墓正是一座三合土墓 第一个 它这个墓四周是用调石 青石啊 那个石膀 大的石膀调石 得先做成一个大的墓石 三合土里面呢 是松香 松香里面是板块 是锅板 锅板里面才摆了一个棺材 是这么多层 三合土本身密闭性就比较好了 里面还有松香 松香大概平均厚度在七公分左右 墓葬石矿与棺果间隙筑满松香 墓矿顶上附以三合土封顶 这就导致了两位墓主人的棺果 在地下与空气隔绝 而南木棺材外头刷了生漆 使得棺材不但防水 而且密封性强 好像是南木棺材比较好 而且油漆漆的很厚 大概将近一公分厚吧 不到十毫米 大概应该六七毫米左右 特别厚 墓室与棺果严密的密封 隔绝了空气 棺果内部变成了一个真空状态 使得尸体的腐烂过程中止 尤为重要的是 棺叶对于两具骨尸 起到了很好的保存作用 一个佐证是 女墓主棺内放置的一把团扇 这把扇子暴露在棺叶以上的部分 有明显损毁 而浸泡在棺叶中的部分 却完整如新 南木棺棺材里 棺叶的主要成分也是水银 达到1768克 专家经过研究发现 在密封的环境下 水银蒸汽能与松香反应 形成芳香厅水银 具有防腐作用 尸体能够保存下来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较及时的密封 还有用水银 还有据说灯芯草也有这个作用 还有另外密封的比较好 考古人员判断 牧主人尸体能够保存蛮好 水银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时 北方契当王朝第一位皇帝 耶律阿宝基死后 相传当时就是用水银 来防止尸体腐烂 2003年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土耳基山辽墓被偶然发现 牧主人的腹腔里 注满水银 这是当时用来防止尸体腐烂的措施 显然 福州茶园山南宋墓 雾主夫妇去世后 石人对他们的遗体 实施了防腐处理 放置了水银 最后将棺谷密封 葬入地下 这一切最终使得他们 并肩穿越七百多年风雨长路 带着如初的容颜 奇迹般地走到今天 七百多年前 他们的身后 究竟发生了怎样扑朔迷离 而又引人联想的故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